弓師傅來 來 請 這女生耶 什麼叫超便利 就是有半成餅在裡面 對 就是超市買回來 便利商店買回來 吃剩沒吃完 可以變出甜點出來 今天是先講名字好了 名字叫做 我們做玉米煎餅 玉米煎餅 這個是甜點 哪個叫半成餅 像這個 玉米罐頭 玉米罐頭 對 脆片 五分鐘計時開始 我們先把蛋 然後西餐糖 帶兩顆 然後糖大概這樣子 我們放著打 大概20個的 對 大約 放了給它打 然後接下來 邊打 單手 對 然後接下來我把這個牛奶 跌倒 亂倒 亂倒 對 然後 玉米 玉米罐頭 然後把它放著 蓋起來 就放了給它打 雞精麵粉 泡打粉 大概有200克左右 200 對 對 泡打粉 想要把那個泡打粉是不是 泡打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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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 一到補上 對 一匙 好 好 大概這樣拌成團 以後我們把這個加進去 拌成團 大概四分鐘 它用玉米水 用玉米水 玉米牛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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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進去 慢慢的讓它攪勻 烏鹽奶油是不是 烏鹽奶油 先融化了 烏鹽奶油 再給它加進去攪勻 來得及啦 應該是 煎好就好了不是嗎 玉米 不是玉米 撥在上頭的 我也以為是有收音的 是把它打 弄到 你吃到餅有沒有味道 這樣做起來是不是會有點像鬆餅 它做小小的那種 一口的 你家裡就不需要有鬆餅機來 就如果已經有皮皮過 也可以自己搞 就像Pancake一樣 好 然後我們看 它差不多 你要看它上色的話 就是它慢慢有冒泡 冒泡 上面有冒泡 有冒泡 對 然後它有冒泡 就差不多就可以 好好拌 差不多了 好看 不沾鍋 因為這鍋子真的很好 對 不沾 好 這樣子 好美 好像銅鑼燒 對 就銅鑼燒 對 就銅鑼燒 對 還要兩分鐘 好快 其實也可以把它弄得像那種 小朋友吃的那種食材 小朋友一定很愛吃 再小一點 準備那個模型 對 我有 我們家有 太好了 多做起來 那一個 很香 味道聞到了 直接吃一下 煎好一分鐘 你又好了 好香喔 好香喔 它整個糖大概 只有那兩大匙嗎 沒有 沒有 冰淇淋 冰淇淋 一般甜點都特別甜 它只能用兩湯匙的糖而已 它還有蜂蜜 蜂蜜可能是上面淋的吧 好 松枝在上面 對 對 大氣 巧克力的 脆麵 亂灑 30秒 油刃有餘 今天 接著來的 有 漂亮 看起來很厲害 看起來就很 還有高漿塔的葉子都漂亮 高漿 薄荷葉 薄荷葉 這薄荷葉 薄荷葉 放高漿塔的感覺 這是另外一種風味 50秒 如果有姐妹來家裡 也可以在家弄這個 完成 完成 好甜喔 我們在今天中間